以指数为例 刚刚说到 未来三四日之后 可能有机会见顶回落 而不是很肯定顶在哪里 相对不肯定 而时间幅度拉长看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短召二万五千点 流上的行驶价 如果一度升上去 到月底 可能是慢慢横行或者跌 其实变相 在这个想法的情况下 短变就更好 但是你也知道它跌的话 为什么不做长跌 要注意 长仓其实不是一个体跌的想法 这个益底下你刚才问到 就是说你这么喜欢用 譬如期权 为什么不玩磨卵牛红症 其实磨卵牛红症 天生就是一个长仓 如果看好时机的话 这个工具也有它 值得用的时候 当然它的杠杆会比期权更大 但它也会自从帮你止蚀 美化了打巴的机制 但关键是什么 其实你在市场不会要它短时间大动 因为可不可以转一转 譬如有一个图表 是期权四式 好像一个XY轴的 这个图表不是这个 再过一过 就是好像一个 好像一条橫线这条车线 其实很多新手看书学期权 是比这个四格图没错 就是它那个 行使价是哪里付出期权金 哪里是打和点 很多是被这个图 不能说是骗了 是误导了 因为其实期权 如果我们再转到最后一页 我有两句口诀 你做长仓 你一定要短时间发生的事情 才值得做长仓 即使说 譬如它刚刚突破一个很主要的阻力 未来可能有连续两三天的声势 这样的见度 我才会做一个长仓体升 或者长仓体探的动作 如果我的时间 不肯定是短时间发生 不过我有信心它升的话 其实可能我只要拿棋子就算了 但如果我甚至乎 连它升的幅度都有移民 不过它不会再跌的话 那是不是短仓会比较好 因为短仓什么时候赢到钱呢 就是以短仓为例 只要它不是短时间大跌 譬如它很久很久都不跌 但就不再升了 又赢了 它横行又赢 升又赢 直升爆升都赢的话 变成了真正的考虑 就是你选择一只股票 就是不同的股票 我相信大家对它的价格幅度 形态 基本技术指标 会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但关键是 你把看法认笼用到期权度 就会有一个想法 直到这说 如果我觉得三天后跌的话 头一两天 可能是想一些短缓 或者真的觉得高位 可能不是长价 是孤其子的想法 但到两三天后 整个顶的形态做出来了 未来 如果你问我 我也大胆一点说 它这次一落 一定会下回二万三千年 无论后市是牛还是红 即不要说一定 可能二万三千年 可能差一百点 你不要打我 但关键是 如果它有这样的跌势会发生的话 它在顶部抦让转的转小时 我是不会长价的 它虹面三天 我说三天的时间值 就不抵系 但当它經常颙的 开始下跌的时候 其实 如果它突然kom 有个小反弹的位置反而就会是好的长期的时机 这个就是说除了方向之外 我们就要考量时间的因素 因为如果短时间是可以看到一个几百点的长期的机会 其实这一个星期发生的时期的倍数 已经是一倍以上 不如再问下指赞这个艺术 究竟怎样做呢? 譬如刚刚short call 我见其实很多观众之前那些惨痛经历 通常是正股指赞 但是short call 没走到 你觉得short call 指赞的时候 即是一拼一齐要指赞 还是怎样呢? 其实这个答案有两个版本去答 如果你说是新手基础版 今天一听就立即明白的话 你持有正股,你做了short call 而升到差不多 你觉得其实不如是走完股票 它跌着了 你一走了 而你没有走那short call 它一边升 那你就突然那边输无限 所以简单的做法 你没有了正股 本身的cover call 即时拿走 但是其实如果你本身对市场的判断 它迅速不是很高 所以我才走一只股票 留一个short call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会跌 那其价还未收到 不如收下去 这个时候如果要降低的风险 可以怎样做呢? 你可以在short call 的行驶价 境外一价做一个long call 什么意思呢? 我就打个比喻 汇丰现在拿着货 是55元 当齐头 而我本身做了short call 56元 那我觉得它正在跌 所以我直接放了一只汇丰 打算低位捞 那short call 还未收完 其余价金几日收到尾 就不走 这个时候 你其实如果long call 59元的话 那变相 是的 它真的跌下去那一下的话 其实你就会发觉 它就一度跌下去的时候 你short call 会赢多了 但是你long call 又会输多了 但是你软的价是便宜一点的 那就是说 它某程度上 你跌下去 你也是赢多了 但是它升上的时候 因为你软一格 有个long call 你输尽就是输第一元而已 那就变了有额外一个保险 而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看法的话 遲些有机会 我们在其他教学文字 我就可以教你看市场的盘路 因为其实很多个大户 在当股票升到尾段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他做那么多long call 还不是看升 你冲进去买 然后看到它跌下来 就是因为其实本身 其权这个本质是一个保险 喂 我拿着100亿货 我想着 未来会跌的 我就沽100亿货 未来如果它升的话 我这100亿没有钱赚 他就可能会赚 几千万三两亿 就买回那些long call 就是怎样呢 如果它最后升上去 我这几个percent的钱 有机会赢倍数 如果它升上去的时候 我3亿变10亿 那我都好像 本身100亿赚多了10% 但如果它暴跌的话 它跌两成的话 是不是我虽然拿了 300%的钱出来做long call 我输了就是这3个percent 我卖股票那一刻 卖得英明 那这个就是 怎样做 在你卖股票的时候 补回一个小注的long call 来变成有什么事 原来神来之不再升的话 你就可以变成了 还可以额外赚 但如果它跌的话 长装的优势就是书极有限 我本身有10万元货 我拿三尊名long call 那我也有9万70一袋 跌到哪都好 我都一定是有一个 有一个注货 在一个市场 我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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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再来 交给你 我会变成了 我会变成了 感谢观看